开始直播 好 我们从上一节课结束之后呢 就可以说是我们这本书的全部知识点 包括补充知识点呢 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从这节课开始呢 我们就开始给大家串讲 就是说 这一天呢 是上边的一个串讲 根据这个框架来 这个框架呢 是我给大家敲出来的 然后我们今天的安排呢 是上边的一到四张 但是第一张和第二张 可能说的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吧 要不就是把一二张说完 要不就是一到四张说完 没说完的呢 因为我们一共有三节课 中边我一直在强调 其实中边的知识 没有那么多好串的东西 中边的东西 它就是要让你 就是踏踏实实去背诵 你明白吗 你别的一二三四 然后乃至后面的十十一十二 你学完之后 你知道它是一个整体 探究了艺术的本质 到底在讲什么 而拥有这样本质的艺术 它从哪里来 是我们的第二张 它发挥了怎样的功能 它参与到了社会中的艺术教育 然后它又作为文化大系统中的 一个精神文化 与别的精神文化发挥 发挥一道 发挥着什么重要的作用 然后它们又同属于文化大系统当中 艺术和文化有着什么天然的必然的联系 然后那这个完美的艺术 能够发挥价值 能够发挥社会功能 能够参与艺术教育 能够实施艺术教育吧 然后那这些艺术 它是怎么来的呢 然后到了我们十十一十二 这个艺术系统 它是经由了一个创作 创造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 拥有自己的艺术形象 然后进入到什么 鉴赏领域 明白吧 就是说我们的一到四 加上十十一十二 它是能串起来的 这种抽象知识点 必无可必 怎么说呢 它考的比较简单 就是你说 你能联系到B 联系到C 你很广泛 你能很简单的把这一篇论书写好 但是 五 九 五 六 七 八 九 就是说五到九 它问你什么 你就是得打什么 那它问你说 使用艺术 就是要看你背了什么 建筑园 零工艺美术语 现在设计 它有哪些审美特征 这些事你怎么能编呢 对不对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说 如果一到提问你说 请简术 宗白华的美学散步 就是说不管你看过 看没看过这本书 你宗白华这个人不了解 但是你把它放到我们这本书当中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艺术家 对不对 美学散步是它的一个什么 是它的一个艺术作品 对不对 它这部作品当中 有着什么 深厚的艺术家的这个 一个个人功利 对不对 然后它是从社会生活实践中得来的 经过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创作过程 构成 然后拥有什么 内容和显示 然后它作为一个文学作品 如何参与到艺术教育中 如何发挥它的社会功能 如何让艺术者见上差 这些都是你可以去探讨的问题 你没有写跑篇 可是如果它现在问你 请减述绘画的不同解构方式 或者说请减述建筑的形式美原则 那A就是AB就是背 就是空间与形式什么多样 你这个背下来就是背下来 没背下来就是没背下来 你没办法 就是说它有的知识点 它的灵活度它够 我就把它统称为什么 抽象性知识点 就是我们的1到4加10是12 但这个1,2,3,4 10,11,12 在这7章当中 它其实有的就是特别灵活 大家能感觉到 10,11,12就特别灵活 但是有的呢 比如说我们的第一章 第二章 其实它也是有一板一眼 要背的地方的 但是相对5到9章来说 它的灵活性更高一些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 无论我这儿给你讲多少方法 无论我这儿给你怎么讲 它有多少种考的方式 你都得有一个背的基础 明白吗 背诵的基础是我们一切的一切的什么源头 你有了一个背的好的基础 然后我们下一步把它运用起来 好吧 好 多的就不说了 我们开始今天的课 我们先讲这个艺术本质和特征 这个第一章的东西 它还没问题都背下来 对吧 第一章的东西啊 它在之前我就说过 第一章的问题 其实整本书它都是分为 如果你去看考题的话 你会发现它其实 基本上从两方面来考你的 第一方面 问你这一节 请减速艺术的本质 第二方面 问具体知识点 请减速模仿说和在线说 请减速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 请减速艺术与经济的不平衡关系 你发现没有 它其实你如果把一个 你如果把历年的考题 从大方向来看的话 它基本分了两个方面 哦 我们声音是开着的 吓死我了 我也被声音没开 好 它基本上是分了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 从整体的章节来问你 第二方面是什么呢 是从细小的知识点来考你 当我们考到整体章节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你应该庆幸 今年的考题不难 说明什么 因为考到一节的时候 你能写的东西很多 它 它问你请减速艺术的本质 你可以说客观精神说吗 可以 你可以说主观精神说吗 可以 你可以说模仿说和在线说 艺术生产理论 包括我们补充的那五个 你都可以说 没有问题的 你没办法 比较难一点的是什么 它具体考到你 请论述客观精神说 这是一道三页或者四页指的论述题 你把柏拉图黑格 南北朝时期的流血 包括主席 你写完了 发现还剩下两页指 我这该怎么办呢 一拍脑袋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告诉一下大家 第一章在艺术本质当中 面对不同的考题 我们应该如何作答 好 首先 它如果问你说艺术的本质 请减述艺术的本质 就是从一个整体的章节来考你的话 那你一定要什么 就书上因为它讲了三方面嘛 客观精神说啊 主观精神说 模仿说和 在线说 对不对 你是不是写完这三点你就结束了 对吧 错 你要写什么呢 你要写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 为什么 因为 很简单 你现在除了两门专业课 你还要考什么 政治和英语 对不对 我们的政治遵循的是什么 马克思的原则 跟我国相结合对不对 我们这本书也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说灵感思维不是凭空而来的呢 它需要寄予什么 大量的实践对不对 我们整本书体现的是一个什么原则 你要明白 要从一个高的角度去俯视这本书 不是这本书说什么你就去写什么 明白不 我们是讲究的一种唯物主义 故事的原则 所以说 当考题问你 请减述艺术的本质的时候 你写了客观精神说 主观精神说 模仿说和在线说的时候 记得加一个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 因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 它揭示了艺术的性质起源 就是它揭示了关于艺术真正的性质 真正的起源 所以说 它也揭示出了艺术的某些本质 你因为客观精神说和主观精神说 模仿说和在线说 它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什么局限性 所以你记得他如果问你艺术的本质的时候 你前三个你想写多少写多少 但是最后记得加一个 马克思对于艺术本质的什么科学探讨 他提出了艺术生产理论 认为艺术生产的本质是一种精神生产 它满足的是人们的精神需要 把这些写一顿 明白过 这就是表明你的立场 就是说你知道客观精神说 主观精神说 模仿说和在线说什么 有一定的局限性 写论述一定要什么 表明你的观点 你明白吗 他问你客观精神说 有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误区 是什么误区呢 写论述就是把我背的那些东西写上去 你觉得一个老师已经在读研起点了 他想要一个有思想的人 还是说只会一个背书的 把那些东西写上去 肯定不一样的 明白不 你把客观精神说 主观精神说 我某某说写上去 这是我们什么 这是我们基础打得好 我们背好了 然后它有局限性是什么 是你聪明 是你动脑子了 你发现了它的局限性 最后提出了什么 提出了我们的观点 我们赞成马克思的什么 艺术生产理论 认为它是一种对于艺术本质的科学认识 明白吗 这句话你永远要刻在你的脑子里 你去写论述 我们是要去什么 以我为主 去写我的论述 要阐明一个 你的观点 你的论点 不是说把你背了的那些东西 就往上堆 你明白吗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 为什么我不让你背了艺术家 你就是把什么 勤俭书艺术家 勤俭书艺术家 与社会生活 勤俭书艺术家的一些职能 就是把那第十章 第一节的东西往上堆 我会让你去思考艺术家去如何去创作他的作品 然后他的这个作品又如何去对这个社会造成了影响 而艺术教育又如何促进了艺术家 明白吗 这些都是你的思维 你要想到的东西 明白吗 就写论述 它不是单纯的 我背了什么 我就往上堆什么 这个是知识的堆砌 这个书上都有 要你干什么用 对不对 你写的可能还写错别字 或者是写乱顺序呢 人家书上都有 要你来复述一遍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 当然啊 复述是基础 明白吗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说一百以上的分有很多 但是划分了不同层次 你一百二十左右 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你一百四左右 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明白不 你的观点 你的论述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客观精神说 柏拉图黑格尔 中国南北朝时期的 刘谢还有朱熹 这儿我记得强调过 说写这个客观精神说 和主观精神说的时候 按照顺序 柏拉图要在黑格尔的前面 然后主观精神说当中 康德在尼采的前面 明白不 然后 刘谢要在什么 朱熹的前面 而且 我这儿需要强调的是 我跟你说来没 把柏拉图写论述 不是跟你莫名词解释 是一回事 这不是一回事 之间不能画的 当你把柏拉图 莫完之后 你 文章讲究四点 其实转接 明白吗 就是你把柏拉图 放完之后 你要转 你要转到黑格尔身上 你不是说柏拉图的名字 也是你末一段 第二段 末一段黑格尔的 第三段 末一段 刘谢的 第四段 朱熹的 这不是你的论述 你这是百知识 百知识是没有用的 论述是一篇什么 是一篇文章 明白吗 那这样的话 那你在把柏拉图写完之后 你就写 客观精神说的 右翼吉他成者黑格尔 在继承了前任柏拉图的观点上 又以自己自身的哲学基础为 又以自己自身的哲学思想为基础 创造了他客观 创造了他关于艺术 客观伪心主义的观点 而在 而在黑格尔的身上 他认为艺术的本质 起源于客观精神说 他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他认为怎么怎么 你继续写 明白吗 那你现在有的同学 就要跟我 叫一台针 那黑格尔就是学了柏拉图了吗 尼采就是学了康德了吗 那我问你 你现在都是学书法 有的学美术 对不对 那我问你 你能判断一下 就是说 苏世啊 黄亭坚他就是没学王熙之吗 或者说苏世啊 黄亭坚他就是没学欧阳询吗 他就是没学前面的一个人吗 你怎么能断定啊 他生活在一个后来的时代 你明白吗 他生活在一个后来的时代 我们一直说 艺术具有什么 时代性和民族性 他生活在一个后来的时代 他一定会对前任的一些思路和观点 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 那你继承和发展白学了 是不是 所以说你不要来质疑我 后来人到底从前面人身上 到底真的学了没 真 他俩既然能都在这个观点学说里面 那肯定有前人的基础 继续往后走啊 你就像 道家 老子 庄子 那你就好比问我 庄子真的学了老子的什么 那肯定学了呀 对不对 他都在一个观点里面 然后前面 后代人对前人 总是有一定的继承的 不管他是继承多还是继承少 他只要都是在这个观点里面 对这个观点进行了什么 发扬和 弘扬和发展 那你就可以说 他在谁谁谁的基础上 又以自己的什么什么为基础 我建立了什么自己 什么什么样的体系 明白不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跟你说 写作要注重顺序 你便先写了尼采 跑过来一个康德了 你明知道康德 你明知道尼采 对理性是一种什么猛烈的批判 你明白吗 而且你就能发现 后来人在前代人的基础上 逐渐会走向一定的极端 就比如像 刘谢他提出了什么文艺载道 对不对 然后 然后 朱熹认为什么 文和道是一种什么 本末主 从的关系 你就发现他是不是慢慢走向一定的极端了 然后康德的观点 其实他还没那么极端 他认为 艺术是艺术家的天才创造物 明白不 但是尼采呢 就是对一切的理性进行的最猛烈 最激烈的抨击 他抨击一切理性的方式 一切理性的东西 明白不 所以那这样你在写的时候 那你的文章的逻辑层次不就出来了吗 对不对 你能看出来你的文章是一个递进的层次 懂不 好 然后啊 咱们今天讲的也是要让你下个课去检查 你背诵有没有背到位 各官精神说 柏拉图黑格尔流泄珠希 这儿少了一个珠希没想 你要是你上背的 主官精神说 康德尼采 然后言语 言语的妙物 还记得吗 咱们上上一节课单独给你补充了名词解释吧 妙物说 对不对 意在妙物 世道意在妙物 然后什么林阳挂脚 还记得吧 都是言语的啊 然后明代的什么 原宏道的 姓名说 然后 好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 第一个回答了我们刚才一个问题 如果他问你说 讲勤俭书艺术的本质 那我们就要写这三个 然后带艺术生产理论 马克思 如果他单纯问你某一个请减速客观精神说 或请减速主观精神说 或请减速什么 模仿说和在线说 我们第一一定要写出什么呢 一定要写出他的一些什么 局限性 就比如客观精神和主观精神说 他虽然认为美式理念的感情显现 他虽然认为 那个 美式艺术家的天才创造物 就是他有一定的正确地方 明白不 但是他也是有局限性的 他的局限性 他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观点吗 我们 我们提出的科学艺术本质是谁 是马克思 明白不 所以说 他问你大的 你把它几个写上 他问你小的 你也别忘了把 马克思艺术生产要写上去 因为它就是一个科学 它是一个宗旨 就是说你写了一堆 有局限性的东西 你一定要带上一个正确的 明白吧 所以我一直在跟你强调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 它很重要 它能从方方面面考你 它既可以 让你从 以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 为基础 来考你第四章 艺术和经济的关系 它又可以 以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 来考你第二章 艺术的起源 它又可以考你 艺术的本质 或者它还可以考你 请你从 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角度 减数艺术系统 艺术系统是啥 艺术系统是十 十一十二章 明白不 艺术系统是由那三个构成的 艺术创作 艺术作品和 艺术建设 明白不 所以啊 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 它是一个重点 这个一定要记下来的 然后 好 我们不是说主观精神说和 模仿说和在线说 都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吗 知道为什么有局限性吧 主观 那客观精神说和主观精神说 你就说它是 站在了一种 违心主义的角度 然后你把我们的 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 提出来 然后就说 艺术起源于 人类的时间 劳动活动 然后艺术的本质 它也是艺术家 从社会生活中 怎么怎么样 你跟它结合一下 然后讲 模仿说和在线说的时候 你怎么说局限性呢 你还记得我们上一节课 还是上上一节课来 上一节课 对 上一节课给你说 那个车尔米雪夫斯基的 那个名词解释吗 还记得吗 在车尔米雪夫斯基的 名词解释里面 你是不是感觉到 车尔米雪夫斯基 强调的是一个什么 强调的是在线 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 艺术具有什么 艺术具有艺术美 对不对 艺术具有艺术美 所以说艺术不是单纯的 模仿和在线 它忽视了一些什么 它忽视了一些人的因素 和什么 社会的因素 对不对 所以说它的局限性 就在于 它只把艺术 看到了一种在线 忽视了社会因素 和人为因素 而人 艺术家作为创作的主体 它并无可避地 给 它自己的作品 以及 打上了一些主体化的标签 或者说这些作品当中一定参与了它的某些思想 明白吧 所以这是它的局限性 好 还有一点 这是局限性怎么写 那你怎么夸它呢 有很多同学不会夸它 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思维发散 我刚才是让你去思考怎么去批评它 那你现在想想你该怎么去夸它 那你客观精神说 客观精神说讲的是什么 客观精神说讲的是道 对不对 那讲的是道 你可不可以与我们的第十一章的第四节吧 第十一章第四 中国艺术 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是第十一章第几节 你们不是目录都背了吗 脑子被动一下 然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有哪几个 回忆一下道气心无物和 对不对 那第一个放在首位的是什么 不就是道吗 对不对 然后我不是还跟你们讲过一个 大英犧牲的名词解释 对不对 那你都可以放在客观精神说这块说一说 对不对 这不是夸他的吗 然后那这种道也是我国的一种传统艺术精神 那具体的例子里面 我国的哪些艺术 就是 首先就是那些 孔子的那些著作 老子的那些著作 是不是都有一些这些精神 道的精神信在里面 对不对 你这些都可以往上写 然后我们再来看 主观精神说 那你怎么去夸主观精神说呢 主观精神说夸他其实比较简单的 因为他认为 艺术是艺术家的千财创造物 对不对 那我们就肯定他 对不对 我们肯定了 确实 艺术家 因为艺术家就创造了艺术作品 使得艺术作品能够完整的现世 能够进入到什么 鉴赏环节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肯定主观精神说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和我们的第十章 艺术家结合起来 对不对 然后 以及一个 对 然后 我们再可以写一些什么呢 主观精神说 强调的一些 艺术家主体的一个作用 对不对 那既然强调艺术家主体的作用 你可以把艺术家那块 就是第十章的东西 比如说是艺术思维啊 艺术创作方法啊 艺术创作方法的话 比如说浪漫主义创作方法 古典主义创作方法 那主体不一样 他选择的创作方法是不是就不一样 你可以把这些选择的写上去 然后既然主体不一样 是不是造成艺术风格的不一样 乃至于流派啊思潮都不一样 那既然这些都不一样 你在接受的时候是不是也不一样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什么主体 主观性在这个客观精神说 或者说在我们的艺术当中 确实发挥了什么深刻的作用 所以我们都可以从这些角度 去肯定什么主观精神说 但是你再肯定 它也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 然后我们讨论出来艺术本质的 科学探讨是什么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 明白不 知道了还怎么写了吧 就是说你不管在写客观精神说 和主观精神说的时候 他问你 请简直客观精神说 然后你先把他的这些理念写一写 他有哪些代表人物 黑格尔啊 柏拉图 黑格尔 刘谢 朱熹 都写完 都写完之后 你去分析 你去分析 就是具体与我们别的章节 联系在一起 分析他的可取之处 分析完之后 我们再说是他的什么 局限性 把局限性完了之后 提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 明白吧 他这个是很好写的 他仨都是这么写一个小小的 不能说套路吧 就是因为方方面面我们都要照顾到 所以说就是写这三道题的时候 这几个方面都要写到 然后还有一个注意的是 就是说如果你不想按照我刚才那么说的写 就是说光写客观精神说 就是你可以 把别的学说也写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客观精神说和主观精神说 虽然它都是维心主义的观点 但是客观精神说是什么 客观维心主义 主观维心说是什么 主观精神说是什么 主观维心主义 对不对 那你在写了客观精神说的那一堆理论之后 比如是你写了柏拉图 黑格尔南北潮流 谢朱熹 然后你又分析了一下他的道文 然后你又分析了一下那些大英习生老子的观点 然后又分析了一些我传统的艺术当中的这些 客观精神说 然后那你就可以另起一段写 关于艺术本质的探讨层出不穷 在历史上与客观精神说相对应的 还有一类说 关于艺术本质的探讨 还有一类说法 为主观维心主义 那你其实这两个就是两个兄弟吧 他问你客观精神说的时候 你写一写 发现位置还有不少 那你就把主观精神说也拉出来写一写 因为他俩有一个天然的对比 明白不 客观精神说主观精神说 你读着名字就感觉他俩有点关系 有点对比 反正 你一定你提前确定好你要写几页 然后一定要把它写嘛 明白吗 好 然后模仿说和在线说的话 这个比较简单 模仿说和在线说 你就可以把艺术美给拉出来写一写 那艺术不单纯用模仿和在线 艺术还有什么 还有表现 还有 因为我们艺术是什么 在线和表现的统一 对不对 然后 比如说艺术思维当中的那些 前向思维啊 或者说情感与理性啊等等 都不是单纯的模仿和在线 就能解释明白的 知道吧 他还需要什么艺术美的参与 好 然后这就是前面这三个 前面这三个其实比较简单 他一些 具体的那些 就是一板一眼的背诵支持点 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 艺术生产理论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 我们是刚才说了吗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 他可以展开探讨一下 艺术的起源 社会生活的反应 说一下情感 对不对 因为满足的是人们的什么 精神需要 然后 现在的 进而 你觉得马克思的艺术生产 你还可以和艺术教育结合起来 对不对 那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 艺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对不对 那如何更好地践行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呢 不就和我们的艺术教育 结合起来了吗 开展好的什么 艺术教育 这儿赌一个艺术教育 明白不 然后 你还可以跟当代的结合一下 那 我们的政治上 马克思传入中国之后 我们再不断地结合发展 那你最后你来一个升华 那在当代这个社会条件下 马克思艺术理论 该如何保持先火性呢 就是与我们当代精神结合起来 那我们的当代精神是什么呢 以人为本 对不对 创造大众系文乐间的民族文化 对不对 然后使得文艺作品继承和发扬 继承和创新 拥抱活力 对不对 然后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 它天然的就带我们 试试一扇这样的东西 艺术系统 你就可以说一下 你对艺术系统的一个理解 为什么你是要艺术创作 艺术作品和艺术鉴赏 为什么这三个环节却不可能 那能不能跟马克勒奇的观点一样 艺术是在艺术家头脑当中的产物 我们就不要第三个艺术鉴赏这个环节了 那当然是不可以的 那你就可以站在 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 探讨一下艺术生产 艺术系统 就是说这三章 你觉得它的一个重要性 那为什么它重要性呢 为什么它重要呢 把你背上的那些写啊 因为艺术创作是谁创作 是艺术家创造出来的 是艺术家的天台创造物 他偶尽力学的创造 他从社会生活中来的 而这个社会生活中当中 来的东西 他经过了艺术家的一个 思想感染的渗入 艺术家不是机器人 所以他 融合了很多的东西 包括艺术家的感染力 创造力 使得作品 使得这个艺术作品 他问世之后 拥有了自己的一系列 内容和形式 拥有了自己的一系列 相关属性 拥有了高的格调品位 深刻的品位 或者说是拥有了一系列的 含义 艺经历意韵 然后使得进入到 建厂环节的人们 对他进行了一些共鸣啊 对他进行了一些感知 而这些感知和共鸣 是一种什么 审美的再创造 这些再创造 又返回去 指导了什么 艺术创作 你明白不 这不就是你站在你的观点上 利用你背了的那些东西 输出你的观点吗 明白不 我们已经不再简简单单的局限于一个背了 你真的能把这些东西理解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写的东西好丰富啊 它不再单纯的是一个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了 对不对 如果一个你是一个老师 你自己一幕 你自己去攀分 有的同学 有的同学他是什么 就把我们书本上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书本上讲了什么 他默写了什么 那有的同学他把这个东西他站在他的角度说出了他的观点 论证了这些东西 那你说高分低分怎么来的 对不对 好 然后补了这五个 当时讲第一章的时候都给大家单独成一道题的可能性小 为什么呢 因为书上都没有把它 一二三四五都没把它 它五个放到这一节当中 它只是我们补的一个东西 有可能有的学校他会怎么呢 他会出其不意 就是说看看你这些课外补充知识点够不够 有可能会问你 但是再问你 他要不是一道名词解释 要不就是一道简单题 你放心 他一般充大论书的可能性微乎起 因为我们这本书当中 有让你考大论书的题已经很多了 不必要再拿这五个来为难你了 你就把他的名词解释背下来 然后如果真考到了他 也是一样的 你把他的观点写完之后 你实在不会写 就说 古往今来 关于艺术史上 古往今来在艺术史上 关于艺术本质的观点层素不穷 与之相应的 还有客观精神说 主观精神说 模仿说和在线说 那克罗奇有异味的形式 克罗奇的观点是什么呢 克罗奇的观点说 是不是表现说 对不对 克罗奇的观点说 是表现说 你可以明白的知道 克罗奇它注重的是什么呢 注重的是表现 对不对 那与之相对的是 模仿说和在线说 你就把模仿说和在线说 拉出来写一起 对不对 都是可以写的 你抓住一个联系点 就不怕你写不 就不怕你写不满 明白不 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 从现在就跟大家说 不管多么困难 你去脑子里想办法 想我跟你说的办法 怎么把别的拉出来写一写 或者说是 能不能联系到一些别的东西 或者说逐句逐字 逐句逐词逐字的分析 这些都是我们的方法 明白吗 一定一定 不要空题 明白不 一定一定不要空题 好吧 好 来 然后艺术的特征 艺术的特征书上是有什么 形象性 主体性和审美性 对不对 翻你的书 翻你的框架吧 形象性是什么 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对不对 那几个 四个的统一吧 好几个统一 对不对 你把那几个都要记下来 然后 你可以具体 把那四个去分析一下 比如说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你就去探选一下内容美 你就去探选一下形式美 对不对 那你在写内容的时候 你可以说些什么呢 那有了内容就有了什么了 有了内容不就有了格调了吗 那这些内容从哪里来呢 这些内容不是从 这些内容不就是从那个 对这个还没说 说那个艺术的特征 第二 第一章的第二节 就是考这个题的时候 它也有两种考法 第一种考法呢 它是问你 请减述艺术的特征 就是它问的你比较广的时候 你 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说 这个时候 这个具体我们之后给大家 攀你具体写的 就最简单的就是什么 如果他问你 请减述艺术的特征 你把它撒写完 你把它撒写完再补两个 再补两个 那你的论述 肯定有一些你的观点啊 我就认为书上的这三个 它对 但是它不全 我再补两个呗 真实性和情感性 你补完 这也是你的一个进步 你明白不 这也是你的一个进步 你能发现的东西 因为所有人 也不能说所有人吧 很多同学 他去考试的时候 他可能只写这三个 或者是三个 他有的没被完 都写不完 所以说 你不要去紧张 不要去忽视你的对手 但是也不要把你的对手 压死你 你明白吗 你要正视自己的 这个学习进度 和自己的方法 你把它撒写完 你再自己补两个 明白过 真实性啊 情感性啊 整体性啊 为什么是整体性啊 因为形象思维 形象性 是不是你艺术 你从哪方面把握呢 你抽象思维 是你抽象啊 科学啊 是从论证的角度 从分析的角度 就是但是你去欣赏艺术 你是不是从艺术的整体去把握的 对不对 那你完全还可以补一个整体性 对吧 说一说这些东西 你都是可以去自己补两个的 你不要局限在这 不要局限在有同学说 我就补了这两个 就按老师的之头吧 你还可以自己补两个 因为你自己的观点 对吧 然后还有一种考法 这是他第一种考法 从大方面来问你 情检术艺术的特征 然后第二个考法 就是问你什么具体的 情检术形象性 情检术艺术的主体性 情检术艺术的审美性 因为这两个是我们补的嘛 所以他出体能 可能一般不会出 所以说定位在 如果说简单写的话 定位在这三个 但是啊 这他不会问你说 情检术艺术的真实性和情感性 但是他可能会问你 情检术艺术的真实 情检术艺术的情感 明白吗 所以说你在背口的时候 你不要打马虎眼 你就觉得背完背不完吧 你要该怎么背 有怎么把它背下来 明白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他具体来问 情检术艺术的形象性 你该怎么作答呢 好 两种办法 你们在书本上的时候 两种办法 这儿记 在书本上的时候 是不是记了 形象性是什么 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 对不对 它是什么 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是什么 个性和共性的统一 对不对 这三点 你逐一去分析这三点 明白吗 这是第一种写法 你就说 你虽然是也写在书上 但是我们不是一板一眼的背那些写上的 你就 先写题目 先写题目 显出艺术的形象性 然后从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看艺术的形象性 这是一个大标题 然后你下面很几端 然后第二个 从艺术的内容和形式 看艺术的形象性 这是一个大标题 然后你写几端 然后第三个 从艺术的形象 从艺术的个性 共性 看艺术的形象性 这是一个大标题 然后你写几端 然后具体每段给怎么写 你去分析 比如说第一个 艺术形象是什么 客观和主观的统一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分析一下这种 艺术这种 形象的客观来自于哪啊 来自哪 东脑的想 来自哪 不就是来自社会生活吗 对不对 那主观来自于谁 那主观不就是来自于艺术家吗 对吧 那你现在至少已经分了两段 对不对 而且 那这种 那这种 主观 它是在哪个过程当中运用了主观呢 它是不是在艺术创作过程当中运用了主观 对不对 那这不是已经分了三段了吗 对不对 那艺术 那这种主观还运用到了什么 这种主观造成了怎样的目的呢 那是不是这种主观造成了艺术创作方法的不同 对不对 那这种主观还造成了什么呢 是不是造成了 艺术思维的不同 你是更侧重于哪种 形象思维呢 还是说你这个形象思维该怎么用呢 怎么选择呢 这是不是都是跟艺术家主体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单纯的这一个大标题 艺术作品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我们把这个大标题定位到第十章 我们是不是能分好几端 对不对 那下一个大标题 艺术形象是什么 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对不对 那我们定位到哪 定位到第十一章啊 内容与形式 这构成了什么呀 这构成了艺术作品 对不对 那你就说说这种 这个内容 你这一段 你完全也可以用第十章的 你不要觉得 第十章的东西 我前面已经用了 我后面能用吗 能用啊 为什么不能用 你论 虽然都是一个艺术家 你在 前面 因为客观和主观的时候 你立足点是在哪 你立足的是在 艺术家的主体 艺术家的主体性 对不对 你立足 立足的是 艺术家作为一个创作主体 对不对 这是你 第一个代表体下面的 立足点 对不对 那你在第二个 艺术形象是 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你的立足点是在哪 你的立足点是不是 艺术家 偶心力学 从社会生活中 寻找 根据他的一些 个人修养 艺术修养 而导致了什么 他寻找的那些素材 能激起他创作欲望的素材 他所加工和提炼的题材 不一样 从而造成了什么 内容的多样 对不对 所以说你不要怕艺术家这一个 这个名词 我前面用了 后面不一定用 你说的不一样 前面说的是艺术家作为主体 他抒发是自己的主 主观性 或者说一些主体的想法 那你后面说的是什么 后面你说的是艺术家的一些个人思想 艺术家的一些情感思想 融入到的作品内容当中 使内容变得深刻 你的立足点不一样 虽然都是艺术家这一个人 但是 懂我这个意思吧 你的立足点不一样 你就是能用的 明白不 好 然后内容和形式的同意 你内容里面说一下 题材的选择啦 对不对 然后主题思想的提炼啊 那主题思想的提炼 你不就运用到什么 抽象思维的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放进去说一说呀 然后这个内容 你又跟什么挂钩 跟它的相关属性挂钩 对不对 跟它的相关属性一挂钩的话 跟什么挂钩啦 隔掉呗 对不对 意运啊 意境 对不对 而意运和意境 单纯的内容就可以吗 并不是啊 那意运说的是含义 那也就罢了 那意境是什么 情与景的统一 那情与景 那除了这个情内容 还需要什么呀 形式呗 对不对 回到我们的那个内容 和形式的统一了吗 你除了说这个意境 你还可以说什么呢 结构对不对 结构主内嘛 对吧 你还可以举个例子啊 那在美术上 你看五到九章 它这些具体知识点 它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可以被你当例子用 你明白吗 你可以不说 你具体到一幅 框路图 还是具体到一幅 什么什么 还是具体到一个 提醒博物画 你不用这么具体 你可以大致地说 美术这个东西 它的结构就是什么 构图 你又不用说 或者你把美术 替换成框路图 然后对于他 对于框路图来说 它的结构就是它的构图 你完全就可以用啊 对不对 这不是一个天然的例子吗 其实我不太强调 你把例子写那么一长段 你要记住你的论述 你一定是论述你的思维 你的观点 不是你论述别人的例子 你明白吗 所以我其实不太 就是不能说反对吧 反正我不太喜欢 有的地方 特别喜欢让大家 找那么多新奇的例子 然后开始网上摆 没有用 再放那么多例子 也是别人的例子 你还是得靠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思维 把你要想的东西串起来 你懂不 好 来 然后这是我们的形象 对形象 艺术形象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然后不是还有一个吗 还有一个是什么 个性和共性的统一 对不对 个性 个性是不是很熟悉啊 个性有什么呀 个性还记得典型吗 对不对 那 典型不就是更深 更独特的个性和更强烈的共性的融合吗 对不对 你在艺术形象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里面 你完全可以写一些艺术典型啊 对不对 写一些艺术风格啊 对不对 还记得风格即人这句话吗 这个词 我给你上上一节课谱的名字解释 那风格即人 那风格就是 把一个艺术作品中抛开不处不属于这个艺术家的 还有什么抛开不属于 艺术家本人的什么的 然后剩下的那个内核物嘛 那不就是艺术家的个性吗 对不对 我给你补的那些名字解释不是有用的 不是我瞎翻书就给你随便补上来的 你一定要好好记 好吧 好 然后除 这是一种方法啊 请检出艺术的形象性 然后我们把书本上天然的那几点列上来 然后针对每一点我们进行什么 自己动脑子 个性化的分析 不是书上 好 我现在把第一个 一 艺术的形象性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 好 我背的什么 什么呢 我开始往上堆 好 我背了两段 堆了两段 结束 我开始背 墨写第二个 根本不是这样啊 我们写了它的大标题 借用一下它的大标题 然后开始用你的脑子把客观和主观放到这本书当中去 你去看能跟什么结合起来 明白不 这就是第一个写作观点 就是把大标题往上放 跟书上走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你就脱离开一切 直接把形象这个东西 形象性 直接把艺术具有形象性 这个观点放到整本书当中 直接跟上艺术系统走也行 你就可以说 艺术创作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艺术的形象性 然后第二个大标题 从艺术作品的角度看艺术的形象性 从艺术剑上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形象性 然后你在第一个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形象性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这个形象性是从哪来的呀 对不对 这个形象性是怎么来的 它怎么表现的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对不对 你就写艺术的形象性 离不开艺术家的降薪独运 然后你写一段 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功能 然后第二个你就写 艺术的形象性 与艺术创作过程息息相关 你就把艺术家的 艺术创作过程的第一个阶段 艺术体验 对不对 你把艺术体验啊 艺术构思啊 然后艺术体验和艺术 这怎么去在体验当中 获取形象 怎么在构思当中 在脑海当中去构思形象 怎么在传达过程当中 物化形象 把这个写完 明白不 然后而这个形象 你就在写艺术形象 艺术的形象性的产生 与艺术思维息息相关 你就完全可以说一下 以形象思维 然后参与到了艺术创作之中 怎么怎么样 明白不 一个就是说 书上给了你几个大点 然后你去分心了几个大点 一个就是 你直接脱离开了书上给的你的东西 你把它放到十十一十二张去分析 明白不 这就是当他具体问你 勤艺术艺术的形象性 或者说勤艺术艺术的主体 形象神美性的时候 你要写的东西 具体呢之后 我会给大家出题 你写出来我去给你判 然后你哪不对呢 我再跟大家说 这就是两个方法 其实是三个方法 因为他会问你勤艺术艺术的特征 这个简单 因为勤艺术艺术的 但凡一个特征 你都能写得三四一二呢 他问你一个总的 你偷着乐吧 对吧 你但凡哪个哪个都写一点 不就是够了吗 对不对 然后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 具体问你勤艺术艺术的形象性 主体性 神秘性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书上说的 你把它当大标题放上 然后开始自己思考分段 然后第二个就是 直接脱离开书 脱离开书本具体的背诵内容 然后放到十十一十二当中去 明白吧 这个在训练的时候还会说 我就现在就是强调一下 就是说 第一 你一边我们一边说 你就一边回忆 看你的这个背诵 现在是个怎么样的一个程度 不够 就下去好好背 第二就是 我再跟你讲 这个东西能跟什么联系在一起 你就在旁边批住 对不对 我现在已经告了你的 就是说饭已经尾到你的嘴边了 你就只要吃就行了 就是他跟他有什么联系 我说了 你下了课你就去看 然后找他们的连接点 熟了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概论啊 是越学越简单 到后面 你看了题 你比这些经营会行 主体性跟前向性 也是一样的 我们主体性当中 艺术的主体性 书上给了你三个大标题 艺术创作就有主体性 艺术作品就有主体性 和艺术剑朗就有主体性 对不对 他直接就是把主体性 放到后三章了 对吧 形象性不是有两个写作方法吗 第一个就是什么 具体分析他那三个 第二个就是也把它放到 101112章 对吧 主体性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到 1012章 对吧 然后审美性 审美性呢 我上节课不是说了吗 说艺术美的时候 你只能感觉到 审美性天然的跟艺术美有着联系 所以说你在写审美性是特别好写 那你审美性你放到10 11 12章 你完全可以这么写 你如果不想放到10 11 12章 你就写一写 审美意识 审美性是人类艺术的集中体现 它是真善美的结晶 它是内容美和形式美的统一 你把这三个然后去注意的去分析 明白吗 然后除了这三个之后 你还可以跟什么结合起来呢 你还可以跟美感结合起来 然后跟情感结合起来 对不对 然后那艺术具有审美性 具有了审美性的艺术 都可以干什么呢 那不就是可以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吗 可以发挥它的艺术教育功能吗 对不对 而这种审美性 它是不是跟艺术形象和抽象思维的转换 也脱离不了关系 对不对 所以说审美性真的特别好写 审美性这个东西 不仅可以和11 12 结合起来 还可以和第三章结合起来 就最好写 来 真实性 真实性在说什么呢 真实性 真实 分析啊 逐词逐字分析 真实 能想到什么呢 能不能想到在线 对不对 那在线的话 那现实美 对不对 现实美分了什么呢 分了自然美和社会中的美 对不对 你把你脑袋当中能抢到东西往处摆 摆出来之后分类 这个放到前面的一段 这个放到后面的一段 然后这几段呢 我给他搞一个大标题 这不就是一篇论术吗 对吧 然后这些真实性呢 它是什么 那艺术美当中是不是真善美的结晶 对不对 那这个真你把它往开写啊 对不对 你还可以比较一下现实美和艺术美 对不对 就是说现实美是第一性的 艺术美是第二性的 艺术美是要高于现实美的 那为什么艺术美高于现实美呢 那艺术美的根源 为什么呢 你把艺术美的根源摆上去 别有写了吗 对不对 那艺术美还有什么 条件 那些都背啊 背了之后 你背的那些东西是很有用的 你背了之后 你脑袋里有一个框架 你的手 你就不用废七八跌的在那想了 你直接就能写了 你瞒了 一定要背手 考试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去想 这里就是我为什么要让你用联系观点 你用多的联系观点之后 你不仅发现你思维也比较扩散 也比较广泛 你的分也比较高 你要比一板一眼的背的写的同学 你分肯定是要高的 同时你会发现 就是说 你不会卡壳 你就写了三小时 你明白吗 你三小时你要写十几页 你怎么才能写出来呢 你却得确保你不卡壳了 你不卡壳 你就得有一个完整的框架 你完整的框架 有了你还缺啥 还缺你背 明白吗 好 然后这个真实性 真实性来源于哪 来源于社会生活 对不对 那艺术家和社会生活 然后艺术体验 不就是马上写吗 对不对 那情感呢 情感在这本书上中 那真的是远远不断 对不对 那有的情感才想创作 对不对 你完全可以把情感性 放到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 和艺术鉴赏 这三个环节 大环节当中去说 在艺术创作中 它激起了艺术家的创作欲望 对不对 那艺术家不同的情感 造就了不同的艺术风格 对不对 那同时艺术家的不同情感 他对艺术创作的方法选择 是不是不同 对不对 那创作心理是不是也不同 对不对 那艺术创作过程 在构思环节的一些心理利用 是不是也不同 对不对 那情感这个东西 对于艺术作品来说 是不是有 使之它有着什么 丰富的什么 感染力 对不对 那有这么丰富 情感的艺术作品 是不是高格教作品 那当然是啊 对不对 那这种高格教作品 这种高格教作品 它肯定有内容美和形式美 对不对 那它的这些内容美和形式美 是不是跟情感息息相关 对不对 而它这些内容和形 内容和形式 是不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 对不对 那这种感性的根源 不也就是情感吗 对不对 那在艺术体验 那在艺术鉴赏当中 那这种情感 情感你在审美心里头 不就见过吗 那你还记得那个糖葫芦吗 一根串上五个糖 对不对 你情感不就跟 不就是那根串吗 还记得过 然后 有了情感的艺术作品 更容易让人共鸣 对不对 你在艺术体验当中 审美过程 艺术体验当中 审美过程 审美体验当中 体验啥呢 肯定是有情感 才能体验 对不对 那 主体除了艺术家 还有谁啊 鉴赏者 对不对 鉴赏者肯定也是 要有情感的 对不对 那期待师 也是靠什么你期待 就是靠情感 对不对 然后 我们写很多很多 所以情感这个东西 你要碰到情感 给你出考题 你一定 你知道吧 我们的目标 是要写得漂亮 不是要写完 明白不 你怎么写得漂亮 你怎么写得漂亮 就是要靠你的思维了 明白不 你思维能想到哪一步 你能如何把这个话说完整 说得头头是道的 能起了头 能转好 能接好 能升华好 明白吧 这个不着急啊 到后面 我会给你讲 怎么去写 第一张东西就是这些 上多久 我看一下 我就知道 今天这节课 讲不完 来 艺术的起源 艺术的起源 它有 就是我上课 我可能 语速稍微快了点 串讲比较重要 有的前 有的刚报课的同学 你前面的课 如果实在没时间的话 你可以从串讲听 但是 串讲你需要好好听 你男儿不懂 其实来问 比较过 然后艺术的起源 它也是问你 要不 其实出题很简单 要不总的问你 要不细小的问你 对不对 总的问你 经验说艺术的起源 听门 你写完 这六个够不够 模仿说 游戏说 表现说 巫术说 劳动说 多元决定 我太棒了 我写了六个 结束 这就是我的艺术起源 够不够 够吗 不够 你缺啥 你缺关于艺术起源的 科学谈讨 和它的艺术生产理论 贯穿第一张和 第二张 你但凡写艺术的本质 你但凡写艺术的起源 你就要把人家 科学的艺术的本质 和科学的艺术的起源 拉出来写 你明白不 明白了 这个一定要记住 然后这个也简单 准艺术 一般在与名字解释问你吧 准艺术 它具有一个过渡性 和发展性 这个都知道 然后剩下的 就是它会问你说 请简术模仿说 或者说 请简术模仿说与表现说 因为模仿说和表现说 不是天然对立吗 对不对 我给你们补充过 为什么呢 模仿不就是在线吗 表现 那在线和表现的统一 那在线和表现 不就稍微有点对立吗 你看它怎么出题 它出题其实很聪明的 它也知道你写 你如果没背好 你不会写 所以它不会为难你 它有的会问 不让你说请简术模仿说 或者请简术流续说 就没意思 它这个题也简单 它有的就会问你 请简术模仿说与在 模仿说与表现说 你不要觉得哈 它就是问我这两道题 我模仿说结束 好啊 开始意大利 科洛奇提出了 关于艺术起源的观点 表现说 错 这两个什么都没有关系 它能放到一块去考啊 你转呢 你的那个转呢 文章一定要有转的 对吧 你写了模仿说之后 你开一段 你开一段 模仿说是关于 艺术起源最古老的探讨 在模仿说看来 可能艺术 艺术的起源 更偏向于一种 对社会生活的一种 在线和模仿 而与之相对的是 这种学说 渊源流长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艺术史上 某种学说 不能以偏概全 关于艺术起源的 说层出不穷 与之相对的 就有科洛奇的表现说 你把它引一下 对不对 人家 人家既然能把这俩 考出来了 肯定这俩是稍微 大差不差 有点人气的 你明白吗 不是说 不是说人家出题是 可能抽了两个钱呢 随便这俩没关系 我就要放上去说 肯定这俩是有点关系的 这俩就是没关系 你也那个转 你也要转好了 明白不 你不能像 就是说机械的背书一样 你背完模仿说 再背一个表现说 没意思啊 你写的根本不是论书 你写的不是文章 你写的是被 你是写的是墨写 明白吗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考120 有人考140 好吧 来 写人物 也是哈 具注意是 把的 有的人放在前面 有的人放在后面 明白不 模仿说 先写德默克里特 再写亚历史多德 游戏说 是死希勒 死冰色 因为是线上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背诵情况 你们都背好了 然后巫术说 是爱德华 太乐 弗雷泽 模仿说是他仨 对 你觉得你们是他俩 人家就算问你 请简直模仿说和表现说 你写完 你也得把马克思的 艺术生产理论 往上写一写 明白不 因为那个就是 关于艺术取缘的科学探讨 为什么有一位 非要写科学探讨呢 因为他俩存在 很大的局限性 那你写完 德默克里特和 亚历史多德的观点之后 你就去写 模仿说的什么 优越之处和不足之处 你别以为写优越之处 就是把你背的那一堆 写上去了结束 你别以为不足之处 也是把你写的那一段 背上去了结束 根本不够 你写吧 你写完才发现写了一二半 写了一段简单题 人家只是一段论述题 该怎么办呢 优越之处是要分析的 他说优越就优越了吗 你要看到 你从这本书 你已经学了这一本书了 你是一个有思维的人 你要去动脑子思考 他优越到底 他优越在哪了 他对到底在 对在了哪了 模仿说 模仿说就是看到了 艺术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他就是对 模仿说就是看到了 艺术家艺术体验 他从社会生活中 汲取的一些东西 对不对 模仿说他还要有 艺术作品的格调作为支撑 因为格调 他就是 第一个是什么 深厚的传统功力 第二个就是什么 创新对不对 那深厚的传统功力 我们对前人的借鉴和模仿 当然也可以 对不对 而且模仿前人的东西 是不是更有利于 更好的接受啊 对不对 所以说模仿 他确实有一定的优越之处 所以说模仿说确实 关于艺术的起源 确实有可取之处 明白了吧 可取之处是要你去分析的 而分析怎么分析呢 跟我们别的章节连接起来 那不足 模仿只是手段 不是目的 把你背的往上写 明白吧 好 然后评价一下他 不足之处 就是说 艺术的起源 其实除模仿更多的是手段 除了模仿 还有艺术家思想的深入啊 等等啊 怎么办 你就写 明白吧 那游戏说的时候 那游戏说的可取之处 当然了 有因为艺术生产理论 就提出了 艺术是一种什么 精神生产 对不对 他要求的是什么 无功利的 对不对 然后艺术教育的第三 你还记得是艺术的社会功能 第三个是什么 审美娱乐作用 对不对 那是不是都说明了 游戏说也存在一定的可取之处 他的可取之处 不是你背那一段就能证明的 他的可取之处 是要你从这本书当中 提取你背的知识 去证明的 明白吧 这是要你去证明的 不是要你去背写的 明白吧 好 那表现说 表现说其实很有意思 因为表现说有一个天然 表现说怎么写呢 表现说有一个批判 表现说 表现的地方就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表现的地方 那艺术家的一些情感表达 你往上写就对了 对不对 艺术作品是在线和表现的统一 艺术美 它也是需要表现的 那那些 一运一进都是要表现的 那表现才能有感染力 对不对 然后 这些都是能写的 那他的不足之处呢 我一直在说这个点 不足之处 之前的课上 那不足之处是不是 那不足之处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 科罗奇是不是认为 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千财创造物 只需要在艺术家的头脑中构思即可 不需要外化 对不对 那科罗奇的这个观点 是不是直接造成了 我们艺术创作过程的不完整 对不对 那艺术创作过程不完整呢 它都不需要物化外化了 那何来的艺术作品和艺术鉴赏呢 它直接造成了 我们艺术创作过程的不完整 乃至于造成了 艺术系统的不完整 对不对 那它不就大错就错了 但它确实有可取之处啊 你先写可取之处 再写不可取之处 写不可取之处的时候 不要那么的骂人家 你就说有一定的局限性 你不要 就是说它就是错误的 那你就是错了 明白吗 它是错误的观点 这句话你不要说 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明白不 人家错合 人家对它 轮不着你来评判 明白不 你就说它有局限性就行了 明白吧 啊 巫术说存在一定的 可取之处 哪些可取之处呢 因为我们考古发现 确实发现了 艺术的起源 跟巫术有一些观点 对不对 但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艺术 要比巫术广泛的多多了 对不对 我们艺术又怎么样 它是一种个性的解放啊 对不对 你有没有感觉 巫术很像那个 宗教 只不过巫术 还没有宗教那么成系统 对不对 咱们第四章不是有一个 宗教和艺术的一个对比吗 一个是什么鸦片 一个是怎么 一个是要求 你把那个对比当中 程度比较低的 换个主语 你放到巫术里头 那个对比里头 不就第四章 艺术与宗教的那个对比 你去翻书 书上有 咱们的那个 彭吉项的那个资料里也有 你去翻 那个对比就说了 什么巫术是什么 精神上的什么 不好说 这个不能说 你去翻 翻书 这个翻了之后 你会发现 你挑两个 程度没那么深 因为巫术和宗教很像 对不对 你挑两个程度 没那么深的 你摆到咱们这儿来 明白不 然后劳动说 和多元决定论的话 它这是什么 可取出就比较多了 明白吧 然后如果他简单的问你 清简术 他其实一般不会简单的问你 如果他真的问你了 清简术 游戏说 那你把游戏说的这些 人物摆上去 分析一下他的优越之处 分析一下他的不足之处 然后你看你空的位置 你如果空的多 你就可以说 我再转一下 关于艺术起源的说法 层次不穷 除了游戏说之外 还有表情说 无数说 老公说 你就挑两个 你会写的 你特别会写的 你摸一摸 然后再把我们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 接受了艺术真正起源 你摸上去 明白不 就够了 够了够了 绝对够了 再多就写不完 好 对我看一下时间了 前一个小时了 我们写一写吧 下一节课继续讲 下一节课 你们把三四章 说完 然后把五六七八九 争取都说完 因为五到九章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五到九章 之后我会具体 跟你们讲一下 它一般会怎么出题 五到九章 就是要你背 好 今天就这 辛苦大家了 再见